欢迎继续收听,有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破苍穹》第618回,听了药店的老者说,这千药坊的二层,那是只有炼药师能去的,而且要换走药材,还必须能炼制无品以上的丹药。 听了这段话,萧炎眼皮都未曾抬动一下,淡淡的说道,带路吧,见到萧炎这般模样,老者眼中,一芒闪动,旋即脸庞上涌现一抹恭敬之色,略有些谦卑的躬身在前引路。 萧炎偏头对小一仙二人微微一笑,走吧,去看看二楼,能否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 萧炎率先抬步,跟上老者,对于老者所说的那些异常珍惜的药材,萧炎的心头也是略微有些好奇的,毕竟对于炼药师来说,药材比单药的吸引力更大。 千药坊的第二层,并未是萧炎想象的那般奢华,略显古朴的装饰,倒是显得一丝不落俗的大气,由此可见,这千药坊的主人,也是有着一些品味的。 此刻的这第二层大厅中,摆放着些许水晶柜,水晶柜中盛放着一些玉盒,玉盒之内隐隐有着淡淡的豪芒闪烁,一眼看去就知道不是寻常之物啊。 在大厅里,也是有着不少人影错落,看他们的服饰,竟然大多都是炼药师。 看来,他们应该也是想要在这二层之中换取一些颇为珍稀的药材。 萧炎三人上楼,也是引来了不少目光的注视。 不过,在乔的前者并未身着炼药师的袍服之后,都缓缓地收回了目光。 炼药师的等级,若是本人不出手,即便是同为炼药师,也是难以分辨他真实的实力的。 因此,对于萧炎未穿炼药师袍服,倒是极其的引人注意。 相比而言,那些目光停留在萧炎身后的小一仙的身上,倒是更多了一些。 那名随着上楼的老者,对着萧炎,恭声说了一句。 先生啊,您先请随便看看,我去找管事。 旋即便弯身退开。 嗯,萧炎点点头,带着小一仙二人行进大厅,然后到那些水晶柜台之上。 目光一扫,旋即眼中便是涌上了些许的惊恶。 青岩木,血灵芝,陪水根。 望着这些,放在外界绝对会引起不少炼药师眼红的珍惜的药材,在这里却是被聚在一起摆放。 即便是以萧炎的见识,也忍不住嘖嘖称赞的一声。 看来,这二楼的确没白上。 一旁的小一仙脸颊上也浮现一抹惊叹,她轻声地说道,这黑小玉果然非必寻常啊。 紫盐的小脸儿,趴在水晶柜台上,宝石般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其中的药材,看着那垂涎的模样,似乎就差掉哈喇子了。 瞧得他这般样子呀,萧炎不由得翻了翻白眼,旋即连忙将不情不愿的紫盐拉开,屈指狠狠抬了一下后者的额头,小声说, 小姑奶奶,你吃的那些药材,不比这里等级低,所以别给我丢人了。 哼,找到的药材,大多被你这个家伙强行搜刮了,我哪有得吃啊? 紫盐咬着阴牙狠狠地说,望着萧炎的目光极度的幽怨。 萧炎倾咳了一声,慢吞吞地说, 哼,那些药材,自然是放在我这里最为保险,像你那样的吃法,简直就是抱枕天物嘛。 对于萧炎这般说了无数次的说辞,紫盐自然是不会再上当,他大眼睛中的目光越加优远。 一旁的小一仙望着这对为了药材而奋战的两个人,也是不由玩耳,温婉动人的笑容引来大厅中不少人目光的注视。 如今的小一仙啊,庄树就与当年在青山镇的时候相同,一身白衣白裙,将他的气质衬托得略显出几分出臣的样子。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气质而迷醉的外人,恐怕不论如何也想象不到,这个看起来温婉动人的女子一旦发怒,那么就会立刻从仙子转化成催魂锁命的死神。 就在萧炎和紫炎为了药材归属而抗争时,一道软软糯糯的女子的声音带着思思一样妩媚的在萧炎的身后响起。 哼,这位先生,是你想换取药材吗? 听着声音,萧炎转过头来,却是瞧得一名身着红色公袍的女子,正翘然而立。 女子的容貌颇为的艳丽,凹凸有致的娇躯在公袍的包裹下显得淋漓尽致,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特有的动人的韵味。 而最令人注目的,还是女子那对银银的眼眸,其中永远暗琴着一丝挑逗,如画带眉如弯月般透着丝丝的妩媚。 呃,目光瞟了一眼,宫庄女子的身后,那里除了先前通报的那名老者外,还有一名身穿古朴袍服的白发老者。 此刻,这位老者正微垂眼目,看上去宛如在假妹一般,但是凭借着比六品炼药师还要出色的灵魂感知力,萧炎确实知道, 这名老者也是一名炼药师,而且恐怕等级还不低,至少不会比法马弱便是。 看来,这黑角狱种,还果然是藏龙卧虎啊,这一个天药坊之种,竟然便有着一名等级不低的炼药师啊。 心头闪过一丝凛然,萧炎对着千药坊的实力又是看高了不少,能够招揽到这样一名的等级的炼药师,那可不是寻常代价能换来的。 此时感应到萧炎的目光,那白发老者眼眸也是陡然的睁开,视线和萧炎目光对视。 望着那对犹如望不见底的漆黑的双眸,不知道为何,白发老者隐隐从其中感到了一丝异常炽热的气息,当下不由得滴滴的移了一声。 怎么了,炎老? 听着白发老者的惊一声,宫庄女子也是一争,疑惑地问道。 没什么。 被称为炎老的白发老者,目光微微闪烁,旋即摇了摇头。 虽然炎老并未说什么,可宫庄女子似是也感觉到了什么,若有所思的美眸转向萧炎,旋即脸颊之上的笑容,更加动人了。 这名公庄妩妩妩的女人,似乎在这里拥有不低的声望和人缘。 因此她一出现,大厅中便是有着众多目光投来。 而她对于这些目光,也都是一一微笑回礼,礼节之上倒是做得无可挑剔。 妾身是此千药坊的坊主,先生称我姚坊主便好,不知先生名讳呀。 公庄女子抿着诱人红唇微微一笑,诺诺的声音,引得人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突然跳动出来。 哼,严坊主叫我严肖便好。 萧炎淡淡一笑,心中却略显警惕。 此女子说话间,有着一种异样的诱惑。 若是心智不坚者,似乎被其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原本的心态。 这若是在谈价或者条件时,恐怕将会被对方坑得骨头渣子都不剩。 看来这个女子能够凭借一介女流之辈,成为如此之大的千药坊之主。 果然不是光靠这副出色的姿色呀。 见到萧炎那副平淡的姿态,宫庄女子眼眸中倒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。 没想到,对方如此的年龄,居然便是可以无视自己那因为特殊功法修炼而来的魅术。 看来此人果然不简单啊。 萧炎也不与之多过客套,直奔主题的问道。 萧炎主,想必你也该知道我上二楼所为何事,不知道是否有我需要的那三位药材呢? 先生所需要的那三位药材,即便是在我的千药坊二楼,也是能够算作是名列前茅之物呢? 先生也应该知道我们千药坊二楼的规矩吧。 嗯,不知道需要何种丹药,方才能够换取呢? 哦,这个不急,这大厅中的诸位炼药师,皆是冲着我千药坊这些珍稀药材而来。 这些珍稀药材并非是经常有,我千药坊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寻,方才能够得到的。 而每次当寻到药材之后,便是会有不少炼药师来此换取,今日正好是我千药坊药单换取的时候,严肖先生来得真是巧啊。 哦,这样说来,岂不是还要和其他炼药师争夺药材吗? 这也是一种竞价呀,价高者得,不过我们这里并非要金币,而是要看竞价者能否炼制出让我们满意的丹药。 当然,一般来说,除非是双方都急需这种药材,不然的话,还是有人会退而求其次的。 姚房主笑了笑,旋即转头偏向身旁的白发老者说, 严老,时间差不多了,开始换单集会吧。 嗯。 白发老者微微点头,旋即快步行上大厅的一处高台,伸手轻轻敲了敲一旁的铜铃,顿时清脆的铃声便在大厅中响彻而起。 赏药。 白发老者淡淡地说着,旋即十几名容貌秀美的侍女恭敬地端着一些银盘行出,在银盘之上,整齐地摆放着紧闭的玉盒。 在倩影穿梭间,一支支玉盒被整齐地摆放在石台之上,玉盒全开,顿时间浓郁的药箱便涌出来。 一时间呢,不少炼药师都清晰着鼻子,旋即脸庞上露出惊喜之色。 显然,这批天药坊的珍稀药材令他们很满意。 起点中文网版群所有,畅听网荣誉出品。 姚房主缓步行上台子,冲着下方诸人喊笑道。 诸位,这批药材,可是我签药坊付出了不小代价,方才得到手的。 药材品质皆是不低,所以大家可得先有心理准备啊。 他的话音一落,顿时下方不少炼药师都是无奈点头。 这签药坊虽然有着众多珍稀的药材,但药价也是相当的昂贵啊。 没有点身价与能力,还真别来着二层丢人的好。 既然如此,那我们这换单集会便开始吧。 老规矩,先选品质烧刺的,高品质的流鱼之后。 姚房主玉手一挥,指向石台上这些药材笑吟吟的说。 见到集会开始,顿时不少炼药师都是簇拥而上,然后目光火热的在石台上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药材。 一时间呢,这层二楼大厅变得异常火爆起来。 哈哈哈哈,姚房主,这换单集会怎么也不等等在下呀,难道是怕我付不起价钱不成吗? 就在众人挑选药材之时,一道如雷般的笑声,却是突然从楼梯处传了上来。 这突如其来的大笑声,顿时令得大厅中的火爆变得安静了些许。 旋即一道道目光,惊异地望向楼梯处。 沉重的脚步声逐渐接近,片刻后,一位身着蛋黄袍服的红脸老者出现在所有人目光之中。 微眯的目光望着这红脸老者,萧衍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异。 他发现,这位老者竟然也是一位炼药师,而且恐怕实力比先前那位白发老者还要强一些。 哼,不愧是黑角玉啊,如此等级的炼药师,一日之内就出现了两位。 看来今天这里倒还真没白来啊。 这名红脸老者一现身,那大厅中诸多炼药师顿时声音都小了起来,一些实力稍强的人,则是脸色有些不太自然。 那台上的姚房主也是微微一争,旋即脸颊上堆上热情的笑容,连忙下台,迎上老者,最终娇笑道。 哟,原来是齐老您大驾光临。 此次黑黄宗举办大型拍卖会,我还以为齐老啊,没空再过来呢。 哈哈哈哈哈哈,药房主说的哪里话呀? 千药坊的药材品质可不是寻常之物,即便是老夫,也不得不心动啊。 而且这换丹集会可不是经常举办,所以再忙,老夫也得过来看看呐。 啊,哈哈哈哈。 被称为齐老的老者,大笑着,他的声音极为洪亮,大笑起来,这大厅中不少人眉头都微微皱了起来,可碍于前者在黑黄城之内的名望,以及背景,都是没人敢出事啊。 妖房主笑吟吟的,旋即侧身恭请。 齐老能光临壁铺,妾身也是高兴得紧啊,还好这换丹集会还未正式开始,齐老请上座吧。 健壮,红脸老者也不客气,他大笑一声,啊,就对着那台子之前行去了,然后旁若无人的在最守卫的一处椅子上坐下,淡淡的目光环视了一圈,最后在不远处的硝烟身上,略微停了一下,旋即就收回目光来。 瞧的那红脸老者上座,妖房主却不可察觉地低叹了一声,心中暗骂。 这个老家伙,每次都来,总是仗着自己在黑黄城中的背景,令得其他竞争者不敢与之竞价。 这名红脸老者,背景不小,乃是黑黄宗之内首席的炼药师。 据说呀,在前不久,就已经达到了六品的等级,算起来应该说是这黑黄城中炼药术最强的人。 而且在依靠着黑黄宗的实力,他也算是黑黄城内说话极有分量的大人物。 寻常人自然是不敢与之竞价的,而如此一来,对于千药坊来说,无意则不是什么好事情。 毕竟,他们可需要在双方竞价中,方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。 而前者此举,无疑是有些破坏了规矩。 虽然姚房主对这心中略有不满,可是碍于红脸老者在这黑黄城中的影响,也不敢说什么。 因此,对于这种不请自来的大家伙,他心中可是没有多少关系之情。 想到此处,摇房主袖中的御守,便忍不住地握了握。 这个老家伙,眼光向来极堵,不知道这次又会被他拿走什么药材的。 这些个药材可是他们签药坊,拼了不少采药者的性命,方才寻得,这代价可是相当大的。 这怎么是好啊? 好了朋友们,预知后事如何,敬请收听《斗破桑雄》第619回。